報告的第四頁的中間 建議以廣聽各界意見再審慎評估 我對法務部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表示非常的不滿 我們中國時報在今年的8月19號 就已經做過公聽會了 我不知道法務部有沒有看過公聽會的報告 法務部你們看一看公聽會的參加的人 有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 也有以前你們的檢察長 現在擔任行政執行署的新竹分院的分署長 也有台灣大學的法律的法學博士 也有福大的教授等等 這麼多人的開會的公聽會 你們既然說還要那個廣大各界意見 我不知道你到底看了沒有 所以我在這邊先把這幾個人的意見 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邱忠義先生講 一幅社會勞動制度的由來 在於過往 如果他犯的是未證罪誤告罪 等本刑五年以上的徒刑 然後獲得法院六個月以下的徒刑先告 也不得一顆罰金 他就必須要入監服役 所以當初立法院跟法務部 折衷協商 參考了德國的社會勞動制度 所以今天如果犯了本刑五年以上的罪 如果獲判六月以下的話 就有機會服這個勞動役了 所以也成為一顆罰金的另外一個 服刑的一個處分 現在我們爭議的是怎麼樣 譬如訴罪 他得到一顆罰金 得一顆服社會勞動不同的刑者 所以大法官的366662號的解釋 認為兩個可一顆罰金的刑 定期執行超過六個月 就變成沒有辦法記一顆罰金 有為平等原則 因此先告違憲 這是法官講的話 為此刑法修改為若病宿罪 得一顆罰金 即使合併超過六個月 仍可一顆罰金 就三個月 三個月加四個月 這兩個加起來如果超過六個月 還是這兩個還是可以一顆罰金 但仍然沒有對一顆罰金之刑 跟不可一顆罰金之刑 這兩個做一個規範 所以會超成今天人 意思說今天如果說我一顆罰金的是三個月 另外一個是七個月 那現在是這三個要併到七個月 加起來十個月去執行啊 還是仍然執行七個月 那三個月一顆罰金 還得一顆罰金 到現在你沒有講得很清楚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情形之下 他說一人一罪得一顆罰金 另一罪如果誤告等不可一顆罰金 兩罪各被判五個月 兩個被判五個月 合併執行九個月 因現行的運作的話 就是不能一顆罰金 也不能預付勞動 對不對 因為他各判五個月 那合併執行九個月 這個當然是那個啦 另外一個劉邦秀是吧 我們法務部的底下的一個 他說當前最大的爭議在一罪可一顆罰金 一罪不可一顆罰金 合併執行可否一顆罰金 依據大法官的解釋 六七九號的解釋 既然每一罪都可一顆罰金 因此就算合併執行超過三年 都可一顆罰金 但一罪可一顆 一罪不可一顆 合併執行若超過七個月 那當然要入監的話 就有違比例原則 意思是說 當初一刻可以一顆罰金 現在一個不可以罰金 你全部併在一起 他說認為有違比例原則 所以他解釋 這是涉及立法裁量的問題 再過來 我們現在刑法五十條裡面的規定 裁判確定前犯罪罪者 得並合併處罰者 因此曾有受刑人 先獲易服勞動的先告 然後又另一個又被判 一顆罰金 結果依照法官實務的見解裁定 兩罪合併 不得一顆罰金也不能服勞役 要必須入監了 本來兩個一個是可以服勞役 一個是可以服這個 一顆罰金 結果呢 就依照現在的執行呢 變成就是要那個了 所以 他們也認為是說 這個部分是有爭議 應該要透過修法來解釋 那麼另外一個 他叫張宇書 是一個 在律師事務所的 他解釋的 他說有趣的是 366跟662的解釋 出現一個吊詭的現象 兩個被告 合併執行都是十個月 但一人是五個月跟六個月可一顆罰金 另外一個人是八個月跟三個月突然不可以一顆罰金 一個要去做了 一個不用 所以 大法官沒有給我們任何的答案 好 那366 662的解釋 既公平的言人 認為原本可一顆罰金的部分 應該合併為三年 容可一顆罰金 但如果另外案 如果合併行不到一年 只因為中間多了一個 不可一顆罰金 而要去坐牢 那是不是 若此人過激 曾沾染自由行的入監 因此刑罚的 五十條訴罪併法的話 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有鼓勵的作用 既然無法避免坐牢 不如乾脆的痛快大幹幾票 有無可能 好 這個是張宇書 這個講的 那張明偉是 這個輔大法律系的副教授 他說刑法四十一條 民國九十八年修訂 得一顆罰金加得一顆罰金 等於得一顆罰金 可以亦夫勞役的加一顆亦夫勞記的 也可以得一顆罰金 然後呢 但得一顆罰金加上得亦夫勞務的 這兩個就實務上就沒有去做一個規定了 所以他認為得一顆罰金加得亦夫勞役的 就變成要抓紀官了 就變成不合理的現象了 所以 他說一個人肉犯被判刑事業得服勞役 另外一個判五個月要服勞役 或並執行六個月 那刑法四十一條的規定 容可以服這個社會勞役 但另外一個人被判四個月服勞役 另外一個被判五個月得一顆罰金 結果他合併變成要超過六個月就要去入監了 所以後者的情況犯了比較輕的罪 反而要抓紀官 所以這個立法的意思是在哪裡 所以因此 我今天只是把幾個 他們公聽會裡面的意見講出來 所以我今天提出來說要修法 所以我剛才看到法務部的意見 我甚表不滿 說還要聽各界的意見 可見你根本就沒有去重視社會輿論的反應